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藍白國會改革無法三讀 藐視國會 國會調查聽證權全通過 三中全會沒戲 習進退失去 失去方向 華春瑩聲周期人被封 習氏和信號 美國會中國委員會表示 中共加劇迫害法輪功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5月28日 星期二 您的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藍白國會改革無法三讀 藐視國會 國會調查聽證權全通過 台灣立法院28日三讀 立法院職權刑事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雖表面上有四成修正條文 依民進黨團版本通過 但藍白訴求的國會改革無法 包括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 藐視國會罪 國會調查與聽證權 強化人質同意權 立法院政府院長選舉踩記名投票 均依照藍白索提版本通過 立法院職權刑事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三讀後 就收到爭議項目 總統國情報告常態化部分 總統應於每年3月1日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新任總統應於就職兩週內送交國情報告書 並於就職一個月內進行國情報告 與重要政策議題可決議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且允許急問急答 在第15條之二規定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 院會決議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 就國家大戰方斟及重要政策議題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在第15條之四規定 立法委員與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 得就報告不明了處提出口頭或書面問題 表示國會最部分被質詢人不得任意缺席 拒絕答覆拒絕提供資料 答覆內容不得超過質詢範圍 且不得反質詢 序委陳述在第25條規定 質詢之答覆不得超過質詢範圍外 並不得反質詢 被質詢人除未避免國防外交明顯 立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 並經主席同意者外 不得拒絕答覆 拒絕提供資料 隱密資訊 虛偽答覆或有其他藐視國會之行為 第25條還規定 被質詢人經主席依前項規定制止 命出席或要求答覆 卻仍違反者 由主席或質詢委員提議 出席委員5人以上 連署或附議 經院會決議 儲備質詢人2萬元以上 20萬元以下罰還 國會擁有調查權部分 立法院得設立調查委員會或專案小組 對議案或立委職權相關事項 行使調查調閱權 並可要求政府機關 團體或民間關係人士 提供相關資料 國會聽證權部分 在第59條之一規定 各委員會調查委員會 調查專案小組 為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 全院委員會 為補選副總統 彈劾總統副總統 或審查行使同意權案 得依憲法第67條 第二項規定舉行聽證會 第59條之二則明定 聽證會需經全院委員會 各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 或調查專案小組 召集委員同意 或經前列委員會 專案小組 全體委員三分之一以上 之連署或副議 並經院會一決才能舉行 而強化人士同意權部分 明定補選副總統 彈劾正副總統 監察院 司法院 考試院 政府院長等人士提名 需經立院同意 並舉辦公聽會 審查不得少於一個月 送交院會後 由立委 記名 投票表決 僅超過全體立法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才能通過 三中全會 沒戲 習進退失去 失去方向 中共三中全會 今年7月舉行 5月23日下午 習近平在山東省济南市 主持舉行企業和專家座談會 大談深化改革 此次會議被認為是中共三中全會前的鋪墊會 資深媒體人言 淳沟沟28日在臉書撰文表示 這個會表面上是習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 實際上是習在對日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指明方向 文章稱 但官媒對專家說了什麼 這次不提 而是把習那些說爛了的空話 又連篇累讀重複一次 如果舉行這次座談會 用意在未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造勢 那聽了習那些話 就不必對那個會議抱什麼期望 文章分析 今日國事調堂 習陷入進退失去 失去方向感 不知如何自處的絕望處境之下 十年來的大倒退歧視已成 在重回改革之路 恰恰證明 他十年來的執政完全失敗 他的歷史地位成了負面典型 中共前體制內官員杜文 5月24日在海外S平臺發文分析 本次三中全會的改革決議 大概率將趨於計劃經濟的改革方案 習的講話顯示出 他對市場經濟的深度懷疑 和對黨權控制的極度重視 改革的方向似乎並不是 為了真正解放市場活力 而是為了鞏固和擴大黨的權力 這樣的改革路徑 或將使中國經濟逐步回歸到 更具計劃性質的體制當中 華春瑩生周期人被封 習氏和信號 這兩天有兩個人的動向 牽動了眾多人的目光 一個是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 經濟學教授周期人 他參加了5月23日 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山東省济南市 主持舉辦的企業和專家座談會 另一個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 外交部長助理華春瑩 剛剛晉升外交部副部長 評論員秦鵬說 對華春瑩升職並不奇怪 因為前一段時間 習近平訪問歐洲 他就安前馬後地為習夫婦貼身服務 他本來就是戰狼王毅的得力幹將 現在又獲得了習近平歡心 再上層樓並不奇怪 海外時評人士文昭 就認為他的高升不算很正常 一、在外交部的副部長對列里 他是唯一一個沒有出任大使履歷的人 二、當前的副部長里 竟然也沒有一個有出任大國大使的經歷 三、華春瑩在外交實戰經歷最弱 是個蠢口炮打 秦鵬表示 這恰恰說明了習近平的用人風格 現在的中共七常委 不也基本都是文革後上位的工農兵大學生嗎 什麼博士之類 基本都是當官之後 各大學為了拍馬屁贈送的 華春瑩成為戰狼 是習近平的旨意 現在也因此獲得獎賞 習近平也因此給中共其他外交官一個清晰的信號 沒有能力不重要 把外交部變成斷交部 讓世界各國厭惡也沒關係 只要敢咆哮 無理繳三分 你就能晋升高位 至於周琦仁 其實他的很多觀點是習近平不喜歡的 比如 他長期倡導改革開放和市場化改革 認為政府應該減少行政干預 這和習近平所主張的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針鋒相對 秦鵬說 所以對中共來說 只是利用周琦仁給民間和企業界一個幻想 但是如果你想高潮 對不起 那就只能把那些不討喜的文章封殺了 前兩天很多人拼命轉發的那篇文章 周琦仁成為做上賓釋放什麼信號 現在已經不見了 顯示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 美國會中國委員會表示 中共加劇迫害法輪功 2024年5月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發布2023年度人權報告 審視中國的人權狀況 報告指出 中共加劇迫害法輪功等信仰團體 並縮小中國人權律師的活動空間 自2017年8月以來 人權律師高智晟失踪超過5年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執行主任布勞迪表示 報告顯示 大陸法輪功學員遭到持續和嚴重的迫害 美國加州律師梁少華指出 2023年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更加殘酷 CECC主席史密斯呼籲 美國對中共迫害者實施更多制裁 報告詳細記錄了 中共對信仰人士的酷刑和虐待 尤其是數百名法輪功學員被判刑 數十人因遭受虐待而離世的案例 此外 報告還揭示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的酷刑 以及在押的460名法輪功學員的情況 報告建議美國政府利用 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 對中共官員進行嚴厲制裁 以追究其侵犯人權的責任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力量 萬分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净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